我要介紹的是誰是第一名 大餅很會畫畫 他參加過很多比賽 得了很多獎賬 所以當大餅跟別的小朋友說 我是世界上最會畫的小孩 大家都沒有意見 可是有一件事 大家很有意見 原來是大餅覺得自己的畫最好 大家都要跟他畫一模一樣的畫 所以大餅常常給其他小朋友的畫 大家雖然不喜歡 可是也不敢說 因為大餅得的第一名比較多 有一天大餅接到一封信 邀請他去當一個畫畫比賽的評審 你在場地 在好遠的地方 所以大餅開始搶第一名的話 是什麼樣子 要有綠色的樹 就有紅屋頂的房子 黃色的花 還要有一個 又大又圓的紅太陽 就像他上次的第一名的那張圖一樣 大餅很喜歡太陽 他每一張畫都畫得紅紅的太陽 終於到了比賽的場地 終於到了比賽的場地 大餅見到了參賽的 和主辦的貓頭鷹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大餅心裡表 然後大餅見到了其他的評審 比賽開始的大餅好興奮好期待 他覺得今天一定會看到很多紅紅的大太陽 小狗畫的一幅畫 題目是在太陽下奔跑的 你畫錯了太陽是紅色的 大餅大喊 可是小狗看起來很生氣 好大舊 我是紅綠色嗎 我不知道紅色和綠色是什麼 大餅聽了嚇了一跳 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 聽聽話的一幅畫題目是我的家 好奇怪怎麼一點一點的 大餅大醬 蜻蜓聽了不高興說 我有兩萬八千個眼睛 當然是一點一點的 蜜蜂摸了一幅畫題目是我最喜歡的花 這一次大餅還沒開口 蜜蜂就要先說 你應該知道我有五千個眼睛吧 大餅不知道 卻說我當然知道 然後大餅再也不講話 鱔一幅畫的一幅畫題目 是我家環邊的功能 蚂蚁畫的衣服畫題目是我的家 貓貓寵畫了一個畫題目是美麗的花 看完所有的畫大餅終於明白了 對人大家畫的不是他最喜歡的紅袋眼 但是每個人都畫出自己覺得最美的圖畫 所以大餅宣布這次比賽每個人都是第一名 大家都開心的笑了而且笑了很久 紅子以後雖然大餅還是喜歡畫紅袋眼 可是他在也不會改型他小朋友的話 當他看到別人畫的圖跟他不一樣 他會想每個人看見的世界都不一樣 我的介紹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